《山寺飞泉》 以墨者为底 石绿 石青 重坡保染 最后以浓墨压阵 色彩较融层叠 变化万端 绚烂至极 水色与石色质感碰撞 形成各式激励 美轮美奂 这正是他泼彩画风 正式登场与亮相时期的经典制作 大千一直把《山寺飞泉》留在身边 只至1978年 受韩国东亚日报社之邀 展出于汉城世宗文化会馆 这是他规矩亚洲后 首个海外各展 引起意识轰动 藏家隐汉楼家族 当年受主办方之托 安排大千一行在韩行程 由此结缘 得藏大千精品良多 除《山寺飞泉泉》外 同意收藏另有座于1978年的 蟹狼玩鼠 松瘦土 水族幽居 阶层展览于此次大展 正是双方递交友情之时 别有一位 《山寺飞泉》采用日式装表 七宝梢古法制成轴头 金色表边与画星形成补色对比 富丽堂皇 这种装潢 大千只用于心爱画作 在肘底背后 我们还发现一个用铅笔书写的文字 字体结构仿佛大千所为 也许是做个标记 专门将此画留给陪他走遍天涯的妻子 徐文波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